只要用牛奶就能做成奶酪,还能做成芝士蛋糕,这简简单单的美味。 你不试一下是不是太可惜了呢? 牛奶里加少许盐,加热至小泡后关火,倒入白醋或者柠檬汁,轻轻搅拌两下就可以了。 静置十分钟,让它慢慢的分离。 凝固的部分捞出以后,用纱布过滤一下,用打蛋器把它打发成顺滑的状态。 自制的牛奶芝士就做好了,非常的细腻可口。 接着打入鸡蛋和砂糖,搅拌均匀。 再加入淀粉和干液或者是朗姆酒,增加风味。 记得一定要搅拌至没有颗粒。 最后倒入牛奶,搅拌至顺滑的状态就可以了。 模具里面放入油纸,倒入以后清蒸出气泡。 170度烤40到45分钟左右,简单美味的芝士蛋糕就完成了。 接下来的节日,一个接一个,有空做给心爱的人吃,记得交作业哦。